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2024年我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我要更新我的工作的流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从2016年开始吧 我的工作主要是双平台的制作 我的工作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摄影 摄影是拍照 第二个就是影视制作和音乐制作 所以总共是三个工作的一个范围 那双平台呢 也就是说我的影视制作和音乐制作 主要是在我的Mac平台上 苹果就苹果 MacBook Pro 苹果这个平台上 我的照片的制作呢 是在我的Windows的平台上 所以呢因为它那个照片啊 PS Lightroom 我比较喜欢在Windows这个系统上操作 它跟那个苹果系统其实差不多啊 整个界面 但是我总感觉有一点点的 那个操作的流畅程度上有一点出入 所以当我修图的时候 用PS或者Lightroom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有一种 像Word一样的一个操作的感觉 所以在Windows平台上 我微软平台上 我操作比较习惯一点 那还有呢 就是我的研究啊 很多一些东西呢 都是在那个Word 也就是微软平台上进行操作的 那影视制作和音乐制作 我主要用的是影视啊 Final Cut Pro和Motion 音乐制作就Logic 还有Stage 这些音源的平台呢 总要在Mac 因为呢 我呢 希望我在做一些影视和音乐项目的时候 尽量的这个平台的稳定性高一点 不要就是说坐着坐着就卡了 退出闪退了 然后所有东西都没了 我以前2013年到2016年的时候 我只有那个Windows平台 所以呢 我用Premiere剪辑的什么时候啊 就是经常的闪退 闪退完了 系统稳定性出现了问题 我的这个心血也就没有了 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那自从我转到了这个Mac平台以后 整体的操作的流长度 都上升了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欣慰的 就像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在工作中啊 遇到了同事 那同事天天花枝招展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穿着穿搭都相当的好 但是它总是不靠谱 不靠谱而你也就不喜欢跟它共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选择操作平台的时候 选择相机 选择我们吃饭的工具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那个靠谱的 虽然它不够花里胡哨 它可能那个没有那么先进 但是靠谱 可靠一定是我工作选择的第一选择 OK 那2024年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我打算把我的这个修图 也就是PS和Lightroom这个工作 从微软系统转到我的苹果系统 过去我的苹果系统很简单 除了做音乐和做视频 其他的都不干 那接下来呢 我就还要加上我的做照片了 修理图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这个Windows系统发现也不太行了 怎么回事呢 我一直用这个Windows系统 我戴尔电脑 我戴尔电脑是2018年买的 18年你想想到今年的话 用了2024年 2018用了6年的时间了 三个USB坏了两个 触碰板坏了 也没法修 那风扇坏我一次修好了 又插了一个内存条 内存不够了 那个SD卡卡槽也坏掉了 网卡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整个这个 基本上能坏了都坏了吧 除了那个CPU没坏 但是我的这个Mac电脑 就是我的MacBook Pro 从2016年买到今天 依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除了啊 什么他现在这个速度开始慢了 很难再剪辑我的4K啊 视频啊 更多花里胡哨东西 他很难操作了 所以呢 今年呢 我可能要换一个Mac 再继续剪辑更加的这个流畅的视频 那因为我的这个微软的 这个操作系统呢 也是他总是他一开这个PS 现在不过一会儿 那个CPU就满了 因为他缓存太多了 所以那导致电脑就很慢 很慢就不太好操作了 造成很大困扰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呢 全部移到我的Mac系统里面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我呢 第一个自己的这个私人电脑 是联想的 后面这个戴尔呢 这两个电脑都是找人买的 找人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真是有点杀熟了 虽然价格很便宜 但是里面的这个软件性能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这个硬件啊 可能他都给我换过了 我第一个联想呢 更费劲 他那个联想因为我买了很早 2013年的时候 我用联想 刚上大学 那会儿又联想 没有无线网卡 怎么回事 我一直就是插线 插了很多年 接线接线接线 直到后来 有一些酒店啊 包括住的宿舍都没有网线了 那才换了电脑 所以他这个网卡都没有 2013年电脑真的没有吗 无线网卡啊 这是一个疑问 对吧 再一个我换了这个戴尔的电脑 按说这个戴尔的电脑 你说我当时买的时候才4200多块钱 原价是4600 够便宜了400块钱 而且还是定制款的 因为我那个内存要求比较大 所以本来是512的内存 现在定制成1TB的 但是这个定制有一个问题了 那为啥我定制这个电脑 我基本上我所有的那个东西都基本坏过一遍呢 所以可能也是这个我买的时候啊 那他们把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换掉了 所以呢这个水特别深 这是我在网上看很多人啊 揭露那个内幕的视频 我才知道 有些时候可能是 那个大陆的经销商 他把一些东西 给你改了 他把那个新的换成旧的 旧的什么东西 乱八糟的东西 然后再给你贴上封皮什么的 就跟没开过一样 所以这是这个点 那接下来呢 我更新的视频啊 都是可能规格要上升啊 包括一些很多的转场 我现在这个Mac也有点撑不住了 2016年到今天 我估计我打算在今年的这个月 或者下个月的时候换一个Mac 那Mac呢 从此呢 他就的功能就多了一个步 就修照片 三个功能吧 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的工作流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未来呢 我的这个微软的系统 可能简简单单的 就是做一些浏览网页啊 写一些water的文稿的一些东西了 工作流发生了变化 想必肯定的 你的生活呢 你的工作的方式呢 都要重新的适应一下 包括 我今年还要买 买镜头 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镜头 相机 不同规格的 内存卡 之间的这个区别 在不同的操作平台上 有什么的 信得 我们下期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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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